明天要去快递 然后要杀好 提前杀好明天赶早去 你看我儿子帮忙抓鸡了 就是这个网袋撑 我觉得真的很好 再也不用 那里有只鸡 外婆在刷鸡了 我们去帮忙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这里来了 可以了可以了 这儿活了 明天我们三个公司 妈妈去买桃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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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到哪个车子去呢 我们坐哪个车子去呢 我们坐哪个车子去呢 刚回来 自我消毒一下 然后这个口罩扔掉了 哎呦 扔掉换一个 换一个这个 这个有点像假的N95 但是也是N95 换一个 今天本来是去送货嘛 顺便就去把之前的快递 就寄一下嘛 然后今天去问了好几家快递公司 说暂时收不了吃的东西 因为他们就是收了 他们也担心我们的东西会在路上坏掉 他说他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到 连顺风他都不敢 所以说我们只能拿回来了 继续挂着 我也没办法 他说现在是这个高峰期嘛 很多就是货堆积在那里送不出去 没人送货 有好多快递员都扬了嘛 没办法 他们那里也是堆的 我看那个顺风那里堆了好多货 他说我们这里还好嘞 他说还有人来上班嘞 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拿回来了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连夜杀的鸡 然后今天晚上吃鸡好吗 好 我帮你鸡腿吃了 拿去厨房 妈妈 我晚上看你不认识过去 我晚上过去吃鸡腿 我怎么会给你 今晚吃鸡 好吧 我妈虽然比他上次杀了那么多 我们吃不过来怎么办 啥婆心的 嗯 我去拿了个快递回来 然后这是我妈买的新衣服 到了她开心的试衣服了 说一下说一下 好看吗 挺好看的 还可以 这个 就是有点不适合在这个场景 雾蒙蒙的 像仙境一样的 这个熏腊路的地方 不太对 你看 怎么不对 你看这个